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前段期间重读了石铁生 看到一段他写清明给母亲上份的文章 石铁生写道 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他 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 他母亲去世时 石铁生因残疾了无生去 母亲总是默默照顾他 小心翼翼地安抚着 但他却不断地发脾气 让自己的痛苦在母亲那加倍放大 他并不知 母亲每晚被肝病折磨的痛苦不亚于他 最终肝病带走了他的生命 只留下一句没说完的话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 石铁生明白 那句话后半段是 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没了母亲的庇护 石铁生不得不开始 独自面临生老病死一世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父母是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他们守护了墙内的声 挡住了墙外的死 父母的爱 始于我们的啼哭 也忠于我们的啼哭 正如余光中所讲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 我说也没用 在这两次哭声间 父母用爱守护我们 让岁月无法逾越 让我们永远年轻 之前看过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父亲102岁 儿子75岁 活了一个世纪的父亲 充满活力与生机 而年过花嫁的儿子 却为人沉闷 胆小谨慎 老父亲不愿看到 儿子活得跟老人一样 为了让儿子恢复活力 就说 我打算送你去养老院 这把70多岁的儿子吓坏了 老父亲说不去也行 但要完成他的挑战 比如 给去世的妻子写情书 花四天让一盆植物开花 去童年带的城市玩耍 于是我们看到百岁老人 带着花家老人 经历各种有趣的挑战 就像一对中年父亲和刚成年的儿子 当儿子完成各种挑战后 重新有了活力 两父子就这样一起听歌 喝酒 看星星 那时 父亲对他说 你才75岁 继续享受自己的人生 严连可说 我们做儿女的 会把自己当成孩童 去享受父母 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 哪怕自己是壮年 而父母已经步入老年 父母为我们互助青春年华 这样即使活到八九十岁 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父母是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背后还有个意思 当双亲离世 你便是孤儿 是下一个死神召唤的人 父母是子女与世界的羁绊 当羁绊消失 子女伴死亡证明 注销户口 将爸妈在人间来过的痕迹 一点点抹掉后 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小孩 从此孤身一人 独自面对死神 曾经以为生离死别 和自己关系不大 直到父母走了 才真正感触到 父母过世这几天 亲戚朋友都来送别 兄弟姐妹一起吹泪 安葬了父母 忽然发现 自己的心被掏空了 当父母过世一年 就会发现掏空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一 父母走了 故乡就回不去了 看不一种观点 父母在的时候 老家就是家乡 父母过世了 老家就是故乡 一个字的改变 却把人和家乡的情感 举至千里 父母在的时候 我们在逢年过节 总是会去家乡看看 吃家乡的土菜 看家乡的风景 去天里找野菜 童年的幸福 一幕幕涌出来了 老屋虽然很旧了 但是屋前屋后的草 被清理了 旁边的菜地 总是绿油油的 鸡鸭在老屋门口 嬉闹 添加了几分喜气 父母不在了 老屋开始荒废 挂上了生锈的锁 墙壁上的镰刀 生锈了 锁衣开始腐朽 若有蜘蛛网 还会添加几分荒凉 门口的菜地 也有了杂草 或者老屋给了留守在家的兄弟 某个邻居 亲戚 你回到老屋 也变成了客人 清明姐 你会去扫墓吧 但是看到老屋 却怎么也待不住了 因为老屋 不再是心灵的归宿 你会觉得不安 更多的人 好多年都不会回故乡 习惯了漂泊 哪怕是回到本地 也是在县城 而不是在村里 故乡那片土地 一直都在 但物是人非 早已回不去了 二 父母走了 兄弟姐妹就散了 北宋文豪苏氏 在父母过世之后 和弟弟苏哲联系越发紧密 中秋节 苏氏写信给弟弟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此事故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苏氏过世时 还指定苏者 给自己写记文 安排后世 生活中 也有很多人说 父母走了 兄弟姐妹是最亲的人 现实很残忍 兄弟姐妹慢慢走散 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一来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谋生 以前会因为照顾父母 多联系 在家乡聚会 但是后来 就各奔东西了 相聚也不容易 二来 有的兄弟姐妹 长期有怨气 在父母过世之后 就反目成仇了 三来 兄弟姐妹的年纪大了 想要聚一聚 都走不动了 或者是 都是爷爷奶奶的人了 要走动 还得问一问儿女的意见 难啊 亲戚 就更不要说了 七大姑 八大姨 二大叔 哪能顾得上呢 就是春节期间 也不一定去拜访 大部分的亲戚 都在亲戚微信群里 了解一些近况 保持礼节性的问候 三 父母走了 再也没有人无条件爱你 小时候 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为老母鸡保护孩子的举动 深深感动 自然界里 有很多的动物 为了保护孩子 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人 也有自然属性 那就是 父母无条件爱孩子 作家林清玄说 父母对待儿女 虽然儿女 像风筝远扬了 父母的心 总还是绑在线上 充满爱的脸 是文字难以形容的 哎 只能体会 不能描绘 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 在经济上 无依无靠 但是精神上 仍旧有父母支撑着 也许在我们负债累累的时候 父母会掏出卖菜得来的钱 买棺材板的钱 让你熬过难关 父母的帮助很有限 但总是令人泪流满面 这是无形的力量 父母走了 我们在经济 精神上 都失去了依靠 是的 我们变成了事实上的孤儿 听不到母亲呼唤小明 看不到父亲扬起的巴掌 虽然 亲戚朋友很多 同事也不少 但是我们和他们交往 多少带着公立心 或者是为了合作 不得不交往 比一比 世上哪有一份感情 如父母的爱 那么纯粹 四 父母走了 才知道我们也很老了 父母走了 生老病死 就一下子来到我们的面前 按照一般家庭来看 父母走的时候 儿女也五六十岁了 不知为何 常常会在子孙面前 谈起自己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 当初是如何 子孙并不爱听 但是你我却一次次谈起 原来 我们也变得唠叨了 活成了曾经的父母 当子孙外出创业后 我们也会牵挂 更会孤独 就像一句歌词 不是因为孤独才想你 而是因为想你才孤独 过节的时候 我们也如曾经的父母一样 站在门口 瞧手一盼 很远就能识别 儿女的影子 一无两人 三餐四季 看起来是风景 其实还是不如一顿团圆饭那么好 可是 岁月不饶人 我们阻挡 我们阻挡不住家庭的格局改变 有人做了一项爱家实践的社会调查 发现63%的成年人 每年回家团聚不到三次 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平均为78小时 还有人计算了 父母60岁之后 如果活到80岁 那么每年见到父母的日子 大概是六天 相处11个小时 算来算去 你和年迈的父母相处的时间 也就五十多天 原来 父母老了 和子女相处的时日不多了 千万别等父母走了 才想起没有好好陪伴 一年到头 不管多忙 时间急急总是有的 少加一次班 多陪父母吃一顿饭 人生太无常 有些道理 别懂得太晚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无论